怎么用创客的这个精神内涵去让教学变得比较具体 就是您说的细节的部分 是在您那一个您的部落格里面的右边的大补帖吗 没有 右边都是一些连结 就是具体的我想要知道套公式的捷径 或是一些可循的模式是什么 初期您可能要直接问我 我帮您想一想 因为不是每一种方法会适用每一种科目 所以要根据您要上什么内容 我们要去看看有怎么样的方法可以让它具体化 比方说像数学带分数分数假分数那种 比较抽象小朋友比较不常用到的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那怎么让它比较就 它像切柳丁吃披萨一些比较粗浅的那个底下味概念 那怎么怎么让孩子持续的保有那个 保有那个学书学什么学科的热情跟动力在 只是说那个基底是什么 这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是你要知道 就是你要想办法让学生知道 你学数学是有用的 这件事情 可是连我都没办法说服自己 它很有用 所以 所以上我们科系课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在教那个Squitch的时候 小朋友写程式 然后有时候像他们会写到一些 比如说我教创客教Audio 有时候我们会做那个导电的东西当做开关 就我们自然会有加码 改造回纹针夹在那个后子板 然后这样夹起来就碰在一起 后面接电线 好 那个其实就可以当一个数位数的开关 所以我把它接到电脑里面去 它就可以有反应 但今天我们如果不是用回纹针 我可不可以用 如果要做那个跳舞机 要踩在上面的 那我就用两个滑润板 中间 我把那个里面内面都贴那个铝箔子 贴铝箔子 然后如果铝箔子碰到就会倒变 然后再贴几条那个保利笼或是海绵 让它压下去之后 脚离开它会弹起来 然后所以用这个概念去教说 铝箔子其实会倒变 那所以因为我们平常 你想想看 你自然课 国小自然课教过这些 什么东西会倒变 什么不会倒变 请问你现在这辈子有用过吗 有啊 就开车门的时候 拿一块布防止静电 不要电到自己 其他老师有吗 除非你是那个百战天龙 他要做那个倒变 口腔糖吃一吃铝箔子 然后一包就可以倒变 不然你还真的没机会用到 所以你就收集这些有用过的经验 拿出来跟学生分享 他们就会知道说 你在生活上真的是用得到的 像包括数学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教那个Squitch的时候 有时候在教那个角度的部分 有时候叫他们画三角形 就是直走转120度 直走转120度直走 所以那个叫外角 所以我一开始没有讲 让他们去做三角形 他就乱做一通 然后后来发现要转120度 为什么 因为三角形的内角是90度 60度 所以这边是120 加起来180 因为三角的内角是60度 所以他要转的是 因为他面向这边 所以他要转120度 所以这边是内角 这边是外角 所以那个叫外角 当他发现这个秘密之后 我们再请他 那你只能写一条 就是只能写几个指令 让他这个动作 是重复的动作 就可以写成回圈 就把他 让他把他抓出来 他才会知道说 哦 原来这个角度是要这样算 所以他会知道数学有用的 然后那国中生 他在做那个游戏的时候 他做投篮 那个篮球要这样飞 要抛物线 要抛物线 抛物线 他要抓XY的位置 所以他才要去找那个抛物线的公式 他就知道说 原来是用在这种地方 所以你要搜集一些这样的例子 去跟他 才有办法说服他 这些东西是有用的 不然说真的 我个人是觉得 像三角函数的游维基分 这种想都不想 还被当你感刺 谢谢老师 我这就是尽量把他具体化操作 或是找到一些真实案例去 让他去有感受 所以说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教那个自然课 教那个星座的时候 为了让他很有感觉 我们有一个星座的软体 是可以直接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的星空 然后还可以调时间 我就把他投影机 往天花板淘 天花板要是平的 不能有这些灯具 平的然后架到家躺在地上 观察星座 哇很有感觉 你在讲的那个星座故事 这个小孩从此喜欢上自然课 那我们那个 我们 我那一年教自然的时候 我们的很 就冰晶的那个老老师 他的小孩被我教到 那天隔天他就 我看他好像 因为他老是板着脸 他就跑 完生你到底怎么教自然课 我以为他要来骂我 他说 你到底是怎么教自然课 为什么我儿子回去 一直问我 说那个星座 什么什么 一天到晚一直追着问 然后又要看电脑 又要查什么资料 什么都是 都是你的上科的东西 到底是怎样 你到底是教什么作业 我就没有 没有教他什么作业 就是你小孩子喜欢 对啊 其实我是去骗他们 喜欢上这个东西 后面就简单了 所以第一步骤你只要把他骗到 喜欢上这个东西 后面你要怎么教 甚至是你不教 你就放手给他几个提示 他自己都会上网去google 所以前面是最重要的